大情骂俏 长岳静明 竟然这么多临场发挥 罗云西一个小动作 暴露和白露关系 今天雨姐又带您磕糖了 这才是成年人该看的吻戏吧 长岳静明大婚这场戏 吻戏的张力简直是绝了 上次看他俩这么直接 还是半是蜜糖半是伤的时候 难道这就是前世今生的淳于吻戏吗 怪不得大家都说这俩人甜 毕竟他们连世系都在轻轻 看到这我真的是蹦不住了 真的好甜啊 董事的导演已经开始第三大的本子了 不得不说这俩人是真的灰烬 一向大大咧咧的白露 在和罗云西亲完之后 竟然害羞了起来 还有和白露抱抱之后的罗云西 嘴角的笑根本控制不住 他俩都这么明显了 咱们直接开课行吗 当这俩人被问道 更愿意拍哭戏还是吻戏时 罗云西白露脱口而出吻戏 救命我是真的被甜到了 他俩的相处也太自然了吧 突然感觉白露罗云西 JY比距离更有CP感 距离有一场戏 白露因为太投入哭到哽咽 罗云西直言再拍那场戏的时候 很希望自己能够化身弹台劲 然后去抱着白露安慰他 听到罗云西这么说 更想磕了是不是 这俩人到底有多甜呢 这么说吧 他俩在片场经常是一个再闹一个再笑 而且白露亲罗云西的时候可是超大声的 从脸上的口红印子就能看出来 两人不仅疯狂轻轻 罗云西还会主动凑过去给白露亲 试问面对这么主动的一个漂亮女孩子 谁会不心动啊 当搞笑女遇到搞笑男 这个剧组简直就是相声专场 一切竟然不知道罗云西这么搞笑 拍戏片场不仅方言不断 还能调皮的各种糟梗 看到白露对自己撒娇 她在那依恋傲娇 还逮色的说让白露亲她 虽说这个剧组平时很搞笑 干正事的时候又很认真 但我只想弱弱问一句 白露罗云西凑在一起 真的不会很过躁 突然感觉自己在磕一种狠心的CP 两个爱笑有大嗓门的人凑在一起 这不就是纯纯的分贝刺客吗 这话说的一点也不夸张 白露碰上罗云西后彻底撒欢 毕竟是二搭的人了 老熟人见面就是没有包袱 片场到处都是他们大笑的声音 我只能说这部剧的拍摄氛围 真的很轻松 不只是演员会笑场 就连摄像老师都会在开拍期间笑出声 本来白露想临场发挥 嘲笑罗云西的鱼烤娇了 结果发现自己的鱼更惨 直接着火了 这让笑点低的白露 笑到根本停不下来 自从看了这部剧后 就有不少网友说 求求张灵鹤把白露让给罗云西吧 毕竟他年龄大了 话说回来 这俩人二他 明显比之前更自然更甜了 罗云西在片场使劲夸白露 他是真的好宠他啊 罗云西是真的好会夸啊 不仅在拍戏片场不断给白露拍照 还会不断夸他 是问谁不想有这样一个男朋友呢 因为两个人认识的比较早 如今也是越来越熟了 各种亲密动作说来就来 更是在直播间直接讲起了悄悄话 这是真拿我们当外人了啦 两人一起看剧中的片段 白露突然发现了什么 赶紧悄悄告诉罗云西 还有网友评论 哪有说悄悄话 先把嘴凑过去的啊 白露曾表示在拍 半是蜜糖半是伤的时候 自己经常会动心 但是在拍长月静明的时候 明显是罗云西更心动啊 当吻戏拍了一次就过后 罗云西意犹未尽 让导演再保一条 想轻轻就直说 还给大家伙整上新眼子了 这两人不仅喜欢自己亲 还喜欢看别人亲 人家在里面拍亲亲的戏 白露罗云西在外面伸长了脖子看 就为了磕上一口热乎的糖 白露更是吐槽人家不会亲 不过话说回来 孙真妮确实没白露会亲 白露不仅会亲 还是个话牢 说话密起来 连罗云西都害怕 更是直接标出了方言 果然熟人局的快乐 我们不懂 轻松的时候很轻松 甜的时候又甜到超标 不过有一说一 这部剧的吻戏是真的猛 难怪他们拍完纷纷害羞 不过都是二搭的人了 还有什么场面没见过 之前拍蜜糖吻戏的时候 不是挺激烈的吗 众所周知 罗云西跟白露这对荧幕情侣 两人早在2020年 就有合作办事蜜糖办事商 一部是青梅竹马的宠爱甜剧 跟长月静明的画风 走向完全不一样 其中最属罗云西 饰演的元帅 和白露饰演的将军 各种吻 楼梯吻 过道吻 办公室桌底下吻 壁东吻 绝对的大甜剧 戏外花絮采访 罗云西和白露都相互吐槽 真是演戏这么多年 这部剧是最多吻戏的 看得出两个人 真是对这部戏的吻戏 印象深刻 反正小编自己觉得 真的超多吻戏 如果看了长月 再去看蜜糖 肯定心里感觉会超甜 那时候在拍办事 蜜糖办事商的时候 导演还是坏 有一场吻戏 明明两个人 都觉得吻了 感觉有棒的事迹那么久了 就是没有听到导演含卡 后来导演说 看他们吻得那么投入 就让大家过过眼影 没有忍心含卡了 2.王鹤蒂 一组白露王鹤蒂的 新戏吻戏路透曝光 画面中的王鹤蒂和白露 极情热吻 身高差有点甜 而且一开拍直接就亲上了 这个化学反应真的妥妥了 3.徐凯 招摇潇洒地扔掉了墨青的面具 抬起她的下巴 霸道地亲了下去 看着两人如此有默契 导演都忍不住调侃起来 排练一下 这回真的亲了 白露立马不好意思地笑了出来 小声豪迈爽朗 是我们的女魔头没错了 等到真正开拍 摇篮夫妇再次进入状态 倒在大石头上的两人 哇我的亲吻 外面要多甜蜜就有多心动 后期也很配合地送上了一堆爱心特效 可能是维持的状态太久 在亲的过程中 徐凯和白露捕鱼儿童地笑了起来 导演倒没有发出cut的指示 再一看两人的成果 口红青花 嘴上 唇变都是鲜红的唇膏 徐凯甚至开玩笑说是亲了几百斤的辣椒 还有徐凯亲完后 一下子把脸埋在白露的手臂上 妈啦 是谁被这个动作磕到了 怎么两个人还要害羞呢 4.任嘉伦 这样精彩的吻戏背后一定会有一段精彩的花絮 任嘉伦和白露经过周生如故 和一生仪式两部剧的拍摄 二人如今磨合的已经非常默契的 片场频繁的互动 也能够让正片有更好的效果 这一次拍摄的花絮中 二人的互动真的非常搞笑了 原本吻戏的拍摄都是非常害羞的 但是两个人就能够让片场充满欢乐 通过花絮能够看出 两位主演私下的关系真的非常好的 而且二人都是被演员耽误的 喜剧人 乐 因为整段吻戏 是白露饰演的十一主动出击的 在拍摄的时候 白露看着完成的镜头 一直表示自己真是太满了 而林里旁任嘉伦开玩笑地表示 自己终于能够说出 流氓 这两个字了 最后片场即兴出题 让二人表演 惊慌失措 二人戏内没演够 在戏外又开始 戏惊 上身 两人在拍摄的时候现场的氛围 真的是非常的欢乐 在花絮中白露的说的一句话 直接让任嘉伦笑到停不下来 二人准备吻戏的时候一直都在酝酿 任嘉伦看着白露一脸严肃的时候 白露突然说了一句 我感觉我要卡弹了 听到白露这部剧 任嘉伦先是震惊了一下 最后开始忍不住爆笑 不得不说白露作为女明星 真的能够这样 直接真的是太可爱了 对比完白露和其他男星的吻戏 只能说和罗芸汐的最好刻 最近在热传两人三搭的消息全网遍布 看来大家都希望三搭 曾经白露和罗芸汐在多次采访中 就希望两人能够三搭一部悬一剧 双面间谍 反叛剧中一直反转反转再反转 现在光听都感觉非常好看 那么看起来一定超级带感 导演快给两人安排起来吧 真的超级希望两人能够三搭 我真的很想看帅哥美女贴贴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